开始来讲物理意义 假设这是个古典的 那么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处在这边的能量是连续的 它可以是这个能量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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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量 通通都可以 因为它只是个止点它不是波 所以这个时候它处在这边的状态是连续的 所以连续的我们可以把它化成为说 它是连续 但很明显的从那边的计算告诉我们 今天从classic 的状态呢 变成为量子的状态的时候呢 它是不一样的 它所能够接受 你存在的能量呢 有一定的 要么是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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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降上去 你并不是所有的能量都可以存在 只有在某一些能量 可以存在 那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重要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各位以前在高中学这个化学的时候啊 他要告诉你说 OK后来原来发现原子的主要是因为你有个原子核 对不对 原子核呢 在这边 然后电子只能够在外面 所以电子能够存在的状态 原来不是连续的哦 它可以存在 比如说第一个轨域 你们叫做什么 1S 它可以存在1S 第二个轨域呢 就是什么 2S 第三个轨域是什么 2P 对不对 为什么有1S 有2S 有2P 我就规定这个叫1S 这叫2S 这叫2P 我就这样规定 让这些东西都能够怎么样 以这种能界的方式呈现 但这里面还有一些规则 到时候呢 各位学到量物的时候就知道 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电子存在于这个原子核 原子里面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能量 既然要达成一定的能量 它的物质波要形成柱波 所以它一定会有个半径 所以第一个半径呢 氢原子的第一个半径呢 我们就叫做波尔半径 因为是波尔用氢原子的 最基本的假设算出来的 OK 那这个就形成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你说这个 老师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说各位现在在学的普化 全部都是近代物理的东西 OK 所以你近代物理很通啊 普化根本就不用上 因为他在讲的只是把近代物理拿来用而已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 基本上大部分的物质呢 它不会只有一颗 你拿的原子笔呢 并不是有很多颗铁的原子啊 分布在空中 彼此当中没有任何关系 错了 因为你笔病没有散掉 周雄老师今天站在这边也没有散掉啊 我在那边走的时候 我的身体的particle四处散 对不对 一下子聚合 一下子又散掉 那看起来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也没有 所以呢就代表一件事情 当我们原子跟原子要靠近了的时候 就会有状况 会有什么状况呢 我们来看看哦 假设我只有两颗原子 相距很远 管它是什么原子 你外面呢 有什么 电子云 这两颗有没有关系 没有 假设没有关系 这两颗会怎么样 各自跑各自的 对不对 有任何关系吗 没有 但是呢 我们的物质 不管是这个 或这个肉 或者是金属 或者是什么东西 都是原子 互相靠得很近很近之后 产生电的吸引力 把它抱得住 就是今天的力量 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假如说我在这边画了的话 我会这样子画 我把横左标 画成他们两个人的距离 这个是能量 能量我们要描述谁的能量 我们待会儿再来看 因为呢 我们可能有很多个电子啊 所以我暂时先这样子 画两个圈圈 表示不同的诡欲 然后我开始让它逼近 所以逼近到某一个范围的时候呢 假设我这样画 它代表什么意思 OK 它代表两个原子互相靠近 告诉我 靠近第一个 碰上的是什么东西 是电子云呢 对不对 电子云互相碰上 然后呢 再来 再靠近一点点 你知道它没办法靠得太近 但它一定会进到某一定程度 里面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告诉我外面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这好像又另外一个脸 它一定要发生些什么事情嘛 对不对 发生些什么事情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这样子来看 很明显的 我们一般在讲架电子 化学里面最喜欢讲 物理里面也很喜欢讲架电子 为什么我们要讲架 因为我们在化合的时候 只有最外围的电子产生作用而已 里面一点的电子呢 就没关系 对不对 好像美国打仗 你看看 它每次打仗都是远远的在打仗 在人家领土上面打仗 他们尽量不要战争发生 在自己身上 所以它的架电子距离它很远 对不对 它要很有powerful去掌控这些 而且它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强的 因为一天到晚在练习 这边打打那边打打 它的武器也是最新的 因为旧的都用光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多好 所以全世界就被它打得一塌糊涂 对不对 OK 为什么叫架电子 因为最外围的这个电 负责间接的 负责产生引力的 这个我们给它个名字叫做架电子 架电子有很多种反应 比如说呢 就像我们以前讲的 H2O 这个是个很奇怪的一个组合 很好玩的一个组合 痱呢很凶 所以呢 痱所在地啊 他一定要跟这个亲讲 你那个垫子给我 OK 好你旁边就做一个很压大的同学 你那根鸡腿给我 我买了便当耶 你要吃我的鸡腿 他不只是跟你要 他也跟右边要 你那个鲁蛋给我 他什么都要 所以他很凶啊 他把两个电子抢了呢 非常靠近他 那很可怜的亲 他现在变成什么 他带挣电了 所以他是挣几架 挣一架 因为他只有一颗电子会被抢走 他口袋只有一块钱啊 那你告诉我 养是几架的 负二架 因为他抢来两颗电子 架数是这样跑出来了 对不对 OK 那么 所以你现在知道架数怎么来了嘛 对不对 这是基本的概念 OK 好 但是呢 我们现在怎么来描述它呢 我们就说 好 既然我只管架电子 我就只画架电子 所在这个 鬼域的能量 那么 它的能量 跟它的能量 在互相 毫不相干的下面 能量大小是不是都一样 right exactly一样 对不对 exactly都一样 我这边画两条线 只不过是重叠而已 OK 这个是他们原子所在的能量 好 然后就开始靠近了 开始一旦一靠近 你告诉我 两颗电子会靠近吗 它一定有排斥力嘛 你会靠近是因为 我这边原子盒可能吸引你 我原子盒可能会吸引你 对不对 很复杂的效应在这里面 最后你要开始靠近 这一开始靠近之后 你告诉我两个电子 开始靠近 它会怎么样 它要排斥开来 最后面很好玩的是 这个鬼域呢 它就会形成 两个非常靠近的鬼域 所以呢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这两个鬼域就开始分裂了 就开始分裂了 但是这一分裂之后 总能量就开始下降 也就是说 我维持圆来圆圆的形状 电子受不了 怎么可能接受呢 那我们就变形一下 变形一下 让我们整体的能量下降 我们就比较稳定 所以最后就变成这样 它就变成两个鬼域 OK 假设 OK 这只是两颗 假设有三颗呢 三颗怎么样 是不是一样 最外围大家都要碰在一起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边还有一颗 那很明显的 那很明显的 乱画一通 画得不是很漂亮 但是呢 你像鬼域呢 会比较多 因为呢 你本来有的 不可能不见啊 所以最后面呢 你就会变成 这边又有一条 一个一个状态 你有没有买过一支原子笔 上面只有三颗原子的 有没有 不可能嘛 你是好多好多 一目二会有几颗 六成十的二十三四方 假设我在这里面挤的六成十的二十三四方条线 代表什么意思 我还用画 我干脆把它涂黑帅吧 它就形成一个能带 对不对 形成个能带 记住 这个只有最外围这颗电子而已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就要看看你这边有几颗电子 假设我每一个原子上面 只有一颗电子 好像氢原子一样 那是不是我只有三颗电子 要存在这三个鬼域里面 每一个鬼域 因为包裔不相容原理 可以接受两颗电子 所以是不是我只填了一半 我只填了一半 我第一颗填在这边 第二颗填在这边 第三颗填在这边 因为这样能量最低嘛 最稳定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就可以定义出来 这个 就是原子跟原子当中的距离 是不是 这样子我就可以知道 它有这样的特性 但是真实的状况还没有这么简单哦 假设我从这边看呢 它就是一堆连续的 我要是这样画起来 好像呢 整个都填满一样 事实的状况不是这样 事实的状况是 这边会产生某一些交互作用呢 因为我原子 周期性排列的缘故 而会让它呢 分裂开来 比如说 我分裂成这样 也就是说 我会分裂成啊 中间有个地方呢 是没有东西的 没有状态的 电子呢 只能存在这边 要嘛 再跳到这边来 中间是不准存在的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呢 我们材料很多特性就开始出现了 标准是很密很密很密 就代表每一个 这个状态跟这个状态的能量 差距多少 微乎其微啊 对不对 一点点而已 那么这就代表一件事情 假设呢 我有个材料啊 我把这个呢 画几个 画在这边 假设我有一个材料呢 刚好分开成 假设是两个带好了 我只看电子填到最满的地方 假设这边通通填满 这边就没有了 记住填满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鬼域上面 电子全部都满了 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让它导电 很难 因为它导电 它一定要跑到一个空的鬼域上面去跑 它才会办法 一颗电子从这边松松松松 松到这边过来 OK 假设已经满了的时候 你感受不到有什么差别 记住哦 这个是个存在机率的问题 所以当我下面完全填满的时候呢 抱歉 这个时候电子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就类似 我把全班的教室的 椅子的 通通都坐满同学一样 然后我开始叫你们大风吹 记住哦 你只能够跳起来 跳到隔壁空的地方坐 但是隔壁又有人坐 那怎么办 除非他也跳起来让你坐 然后他又跳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人又跳起来又让他坐 容易不容易 这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就塞死 这个是什么 绝缘体 假设呢 我平常是填 也是填到这边 但是呢 上面有个空位 就好像下面全部填满了 但是上面一点点 桌子上面是空位 那我可不可以靠着热能呢 让他跳上去 你在椅子上互相跳不行 但你可以跑到桌子上面 在桌子上跑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呢 靠着热能上得去的 当然 这个还是蛮大的 这撑住了半导体 假设有一个呢 它根本就没有填满 椅子有一半啊 一大半都没人做 那你是不是可以跳了 可以 这个叫导体 它美就美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这样子做 而且呢 这个的分布呢 这个状态 允许的状态呢 在我们这个计算里面 跟一个很重要的 Parameter有关系 跟着什么有关系 A 各位记不记得 A是什么东西 A是什么 2A是它的宽度 它跟着宽度有关系 当宽度渐渐减少的时候 A渐渐减少的时候 E会怎么样 上升 A渐渐减少的时候 E会上升 也就是说 当我的这个size呢 允许它活动空间的size 开始缩小了的时候 这个能界就开始往上升 往上升 往上升 很多行为就开始改变了 OK 很多行为都开始改变 像我们在讲奈米颗粒的时候呢 我们颗粒从很多颗粒 比如说像一末 所以我们人带的分布 有类似这样子 但是当你的颗粒少到 只有100颗 200颗 50颗的时候呢 它的行为就完全不一样 当你很多颗的时候 相当于 这边有好多个状况 连续的 几乎是连续的 但是当你只有少数几颗的时候 你知道 这边只有几条不连续 所以这个时候 它整体的行为的表现 跟大的通通都不一样 OK 完全完全都不一样 这个不只是往上升 变小不是往上升 彼此的距离都会拉远 所以呢 假设我有个材料 本来呢 它是这个样子 本来这边的间隔啊 不是很大 当我的材料 开始变小颗的时候 不是我们说过 整个能量会往上升吗 会往上升之外呢 彼此的距离会拉大 它也会拉大 所以这边呢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中文的名称叫做能系 OK 叫band gap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假设band gap呢 跟热能呢 所能够给它扰动的能量差不多呢 它很容易跳上去 它就可以导电 但假设它很宽 你跳不上去 那就不能够导电 OK 那同样的 当我把它做得很小颗的时候 这个能系也会放大 也会放大的时候呢 它就不导电 OK 假设你让它导电 还要另外再想办法 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哦 这能系一旦一放大之后呢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本来我黄色光打进来 黄色光的能量就刚刚好 跟这个能系一样 我可以让一颗电子啊 接受到这个能量之后跳上来 黄色光就被吸收了 但是当我这个开始变大了的时候呢 黄色光就不吸收了 它就穿过去 或者是反弹回来 要看它上面的电子的 电浆的行为 诶 它的透明呢 这区域就开始改变 就不一样 所以呢 各位要是有机会啊 我想 我不晓得你们 那个实验物理学三世会不会做 就是去做黄金的奈米颗粒 你发觉黄金奈米颗粒做出来之后 不再是黄金色 不再是金黄色 它很多种颜色 从深紫色 浅紫色 粉红色 红色 都可以产生 OK 那就端看 你要它做成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它就变得很好的 很奇特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 OK 所以这个是让大家了解的一些事情 OK 好 我这个解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我还有一点时间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解这个 小天空课询的时候 time independent 其实我们并不把它解完 我们解到个地步 我们就开始来看它的物理特性 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重点是我们要抓到什么information 而不是你的数学实力有强到多少 对不对 你可以一直算 一直算 都没有限制 以前我就喷过这种人 我的同学里面有个就很会算 他什么都可以一直算下来 几乎都不会挡 都不会停下来 他一直算 一直算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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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我不需要做更好 这样就好了 我这边已经看到我要的现象 Let's do Alright 这样就好了 煮菜既然已经熟了 好吃就停了 不要一直煮 一直煮 最后通通煮成一锅糊状的 也不错 只不过有的时候太恶心了一点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解 就解到我们够用就好 再以为你还看木材出来 它有什么好用的地方 很快呢 我们下一堂课就要开始教二维了 二维解完 物理特性更加清楚 三维一解完 所有的picture都跑出来了 所有材料的特性 全部通通都跑出来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 现在开始普化 普化你们都已经修过了 对不对 听说还有一票人在重修 是不是 OK 其实呢 物理的人学化学 最简单 OK 尤其修普化 你们现在已经开始修静物了 对不对 小丁哥以亏讯讲了没 还没有开始讲 OK 很快呢 你回过头去学普化 你会发觉非常简单 OK 好 我们再重复一下 我们一个pde 我们知道很难做 所以我们用变数分离 现在教的变数分离 是很幸运的变数分离 它可以让我们 把它分成连立方程式 有了连立方程式之后 我们就配合initial condition 跟boudly condition 能解的尽量把它解开来 最后留下一些不能解的 重新排列组合 组合完之后 再用一次 再配上证交 我们就可以完整地 把它解出来 是否只有一条路 只有变数分离 这个转换而已呢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每次呢 国庆放 那个什么 我们国家要放假的时候 高速公路会堵的时候 他都给你替代道路 他会不会只给你 一条替代道路 不会 会很多条 所以跟大家讲 我讲的这个 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假设呢 我们这次有机会 我还会再讲什么 Eigen function expansion 另外一种方式 记住 不管是什么方式 大部分呢 一开始就先猜 它可能有什么特性 反正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只要找出一条路出来 你能够走回去 那就成功了 OK 那还有很多 Green function 也是其中一个方式 等等的一大票 OK 全部都是为了解决这个 所以这个图表 解决它的这个路程 这个流程图呢 并不是指一个 Two dimensional的流程图 它可以是Three dimensional 另外一个转换 另外一个 另外一条路 甚至于这里面都有 它自己转换的路 因为呢 很快的 你要是学到了 求坐标 助坐标 我们上次 上个学习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单单你要解它 都要转换到 另外一个地方去解 解完再回来 OK 那你就知道 反正碰到的东西 就是用转换 转换过去 假设算到一半 又有问题 再转换 就像我看到这边 撞到一块石头了 前面一块石头三分了 我用T态道路 假设T态道路上面 又有个地方 又有一块石头呢 我再找另外一个T态道路 总是我就一路一路一路 转过去 最后转到回来 就算了 知道吗 所以 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没有 OK 只是在于一个熟练而已